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磨灭的经历 看见中有过这样一句话 痛苦就是痛苦 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言外之意 苦难本身并不能成就一个人 凤凰涅槃靠的是在苦难中磨练的意志和智慧 否则经受再多的苦难 也不过是一只着了火的鸡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位名媛 别人都称她为中国版唐断庄园大小姐 东方的超级名魔奥利菲斯 但她的发光发亮却不是因为显赫的家世 而是因为一场特殊的劫难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若没有那场时代灾难 她也只是留在北洋画报上的一抹孤影而已 这个女人就是上海生死节的作者 郑念 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底气 郑念本名姚念元 家是显赫 祖父是清末大儒 有名的教育家 曾经参加过戊戌变法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 后在中华民国海军舰队任职 畏惧少校 但是郑念却和所有的贵族小姐都不同 她安静 自律 当别人沉浸在纸醉金迷和无休止的交际中时 郑念的手里却永远捧着一本书 细细琢磨 婉拒一切追求者 一心直读圣贤书 郑念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取当时的国内最高学府 燕京大学 紧接着又出国深造 取得了号称 G5精英大学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时的硕士学位 毕业后与丈夫远赴澳大利亚 后通过香港回到上海 成为中国大陆 唯一一家外资企业 英国壳牌石油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夫人 全上海口语最好的名媛 但如果只把它定义为合格的贤内助 那就大错特错了 1957年 丈夫郑康奇因病逝世 郑念接替他成了 科牌公司英级总理的助理 起草多家公司与内地的重要通信 甚至代行总经理职权 郑念靠着自己的努力 做到了同时代女性中 岗位最高者 她为此感到自豪 但灾难犹如时代的洪流 没人能够独善其身 那是一个寻常的午后 郑念的家里突然闯入两个陌生人 然后他被带到集会现场 几天后 家里的东西被抢的抢 被砸的砸 当义愤填膺的人们要拉走 他带有资本主义味道的冰箱时 郑念正气定神闲地 坐在餐桌前 从容地喝咖啡 跟前还摆着配牛油果和果酱的吐司 他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即将大祸临头的坏分子 不想着自保 却在享受生活 郑念明白 自己面临只不过是漫长人生中 众多坎坷中的异环 飘风不中潮 咒雨不中日 血液里因自小读书打下的精湛诱功 此时给了郑念莫大的安全感 让他对身处环境和自己的境遇 早就有了了解和判断 既然注定躲不掉 那就领教下这如刀的岁月又何妨 凤凰涅槃靠的是强大的意志力 1967年 郑念正式被捕入狱 罪名是长期供职于外资公司 有通敌叛国的嫌疑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郑念当然不承认 管理员每次让他在罪状上面签字画压 郑念都会在犯罪分子四个字前面加上 没有犯过任何罪的几个字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他这份不合群的硬气 换来的自然是严心拷打 双手被反扭在背后十几天 他说 十几个日夜 手铐深深嵌进我的肉里 磨破了我的皮肤 最后化血成浓 这样的日子让我度日如年 好心的送饭女劝他 你服个软 高声哭 这样他们就知道 你的手快要残废了 但郑念不肯 他觉得一旦嚎啕大哭 自己的身心就会接收到 我不行了的信号 仅仅十一天 郑念的胳膊 麻痹了 严重时都举不过头顶 为了活命 他自创一套健身操 坚持锻炼数年 才逐渐恢复 但身体上的疼痛 远不及精神空虚的万分之一 郑念觉得 自己快要被黑暗吞噬了 甚至连呼吸 都带着绝望的味道 骨子里的硬气告诉他 此刻不能放弃 冤未平 血未昭 自己的女儿还没见到 重新点燃希望的正念 向管理员申请了 足够的清水 和一小盒面霜 冲刷着狱中 污秽的同时 也洗涤着自己的灵魂 有时他还会通过 小声歌唱或背诵 唐诗三百首 来给自己加油打气 轻轻地闭上眼 满目窗移 都被关在门外 李白 杜甫 白居易门 不请自来 开轩面长谱 把酒化丧麻 这缓解了正念的寂寞 却阻挡不了 他思维的退化 毕竟入狱时 已经是五十一岁高龄 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让他的智力大不如前 想让脑细胞重新运作 正念只能铤而走险 想到了个不要命的办法 没事找事 故意和看守思辨 看守说不过他 便对他拳打脚踢 一场又一场 辩论赛下来 鼻青脸肿的正念 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 得到了很大提升 这让他高兴不已 别人在监狱里 蹉跎时光 自怨自艺时 疯婆子正念 却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 在那样的绝境 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古往今来 能够成功涅槃的凤凰 都是主动集乡目自焚 浴火燃烧 向死而生 同理 能够战胜苦难的人 从来都不是静静地 等待风暴过去 而是在风雨之中 翩翩起舞 浴火重生 精彩的人生 不会缺席 1973年 被关押了六年半的正念 刑满释放 但他却拒绝出狱 我没有罪 我要你们赔礼道歉 另外 必须在上海和北京 两地的报纸上 公开刊登道歉声明 看守们觉得 这个女人 一定是坐牢坐傻了 没人理会 他这个荒唐的要求 出狱后的正念 得知第一个恶号 便是女儿自杀了 他不信 因为女儿像他 热爱生活 不可能这么轻视 自己的生命 为了爱女 重批战衣 最终将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了却最后一桩心愿的正念 头也不回地 踏上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后选择 在美国华盛顿顶居 因为那里还有他的亲人 他的两个妹妹 适应性很强的正念 学会了超市购物 银行自动存取款 开车上高速 家族在海外储存的钱 本可以让他过一个 无忧无虑的晚年 但是正念总觉得 这样的生活 哪里不对 为自己 为女儿 做点什么的想法 愈加强烈 几年后 全英文版的 Love and Death in上海 中文名 上海生死节万事 一经出版 就成为超级畅销书 享誉多果 正念在开头 写了几个字 献给梅萍 这是他死去的 女儿的名字 而姚念源 也摇身一变成为正念 意思是 对丈夫 郑康祺的怀念 那一年 正念79岁 他说 我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四年 正念用稿费 所得成立 梅萍基金会 专门资助在美国的 中国留学生 为母国 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正念90岁时 学会了老年迪斯科 还经常开车去郊游 苗眉 涂口红 戴耳环 穿当时最流行的 尖头皮鞋 他始终优雅而又精致地 与生活斗智斗勇 94岁逝世时 加拿大歌手 Cory Hart 为正念创作的钢琴曲 Blind for Nitrogen 响彻了整个追悼会 精彩的人生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最怕的是 没有勇气开始 时光且长 我们终究会长成 自己向往的模样 雨果说过 当命运递给我 一个酸的柠檬汁时 让我们设法 把它制造成 甜的柠檬汁 或许命运不公 或许人生不完美 或许我们终不能 得偿所愿 但请一定坚信 经不起一些困难的人 即便从未遇到任何困难 也一定通往不了成功 苦难不过是 化了妆的幸福前兆而已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